农历年前,吉安乡公所再次与书法学会 以及回蓝师社携手举办总共7场次的宋春联活动 而首场次的23号在吉安乡公所前的盛大登场 吸引不少民众特别到场索取莫保文资 并且客制化心目中的理想春联 场面超级热闹,更充满浓浓的年节氛围 吉安乡公所前携起帐篷排满人潮 他们全都是要来免费客制化春联 这次在农历年前,吉安乡公所再次与书法学会 及回蓝师社携手举办共7场次的宋春联活动 邀请多位书法家在公所前广场提笔辉豪 让民众可以挑选风格,免费客制化独特春联 因为过年嘛,春联我们家家户户都需要的啊 对啊,所以我们就很乐意的,好欢喜的来取我们的春联 因为大家都很希望说找自己好的人 或者是不管如何,反正他们这些书法家做学都很漂亮 我们都要感谢他们给我们的这个机会 因为我们书法学会在这十几年来 每年都有到吉安 但是我刚刚接任这个理事长 所以就邀请这些前任的吉会理事长 共同来完成这个任务 首场活动23号在吉安乡公所前 吉安省大登场除了增添年节氛围 也期盼家家户户福运满盈 吉安乡公所带来七场的书法的一个分享 也带来中华文粹的一个这样的美 所以呢今天邀请了大师来到了吉安乡公所 带来首场的书法的分享跟春联的赠语 后续还有六场 请乡亲来关注吉安乡公所的网站 希望能够带来不一样的大师 也带来不一样的 乐活好年贴春年的一个传统文化 另外六场次包括1月24号上午9点 在永安活动中心 1月25号上午10点在庆丰村请天公 1月26号下午3点在哈楼公园 1月27号下午2点在东苍活动中心 1月29号上午9点半在泰昌活动中心 以及2月4号上午9点在人里活动中心 数量有限欢迎乡亲们前往免费索取 记者徐立琴减详报道